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小吃的软糖食丸 在介绍这款食丸之前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都有哪些车辆呢 第一辆出现的是一辆工程车 看,它在咬糖果呢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第二辆也是一辆工程车 它把糖果运到指定的地点 让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第三辆是一辆急救车 看,它还在发光呢 这是什么车呢 哦,原来是面包商人的校车 面包商人和他的伙伴们 开开心心的上学去了 要来开始做食丸了 这里面有两包粉末 左边绿色的粉末是苏打口味的粉末 右边红色的粉末是葡萄口味的粉末 这里面还有一张背景纸 这上面也有一些汽车呢 那你们都认识它们吗 这是城市的背景 上面还有摩天轮呢 好漂亮啊 然后这是做小吃软堂的模具 有各种各样的车 你们都认识吗 这里还有一辆蓝色的小车 这是什么呢 把盖子打开 原来这里面可以装水 等一下可以让粉末变色呢 在做食丸之前 我们要先把模具 还有背景纸洗干净哦 然后把粉末倒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粉末倒到模具里面 那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来做不同颜色的小车 粉末倒到模具之后 再轻轻地把它们抹平 那全部填满之后 记得要把表面弄平哦 这样子我们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要往粉末里面加水 粉末遇到水就会变色了 这里水不可以加太多哦 如果水加太多的话 到时候糖会变得很软 很难拔出来哦 大家看 我们把每辆小车都装饰成了不同的颜色 这辆巴士被装饰成了绿色 加完水之后等待三分钟 软糖做好了 好漂亮啊 来把软糖取出来 我们用小勺子轻轻地拨动一下 大家看 做得非常的好呢 没有裂开 这一辆也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一辆小面包车 太棒了 这样子 我们的汽车软糖就做好了 太好看了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玩呢 我们可以把汽车软糖装饰到背景纸上面 就像真的车辆在路上行走一样 太好玩了 最后让我们来尝一下他们的味道怎么样呢 首先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口味的 嗯 软软的 很浓的葡萄味道 好好吃啊 接下来尝一下这个苏打口味的 就像在喝汽水一样 那你们觉得做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好玩呢 如果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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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